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老杨私房茶已经上市 新茶上市新品质新包装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读报的时间 联合国的 这个应该是BBC 这个报道 联合国说 印度的人口将在2023年超过中国 就是呢 印度的全国人口在明年将超过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 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那么到了今年的11月 全世界有多少人呢 80亿人 但是全球人口增数 以以往要放反 这里面呢 就是目前的人口增长率 是1950年代以来最低的水平 到2080年会达到峰值 那么看来呢 世界的人口的增长不均衡 到了2050年 有61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 要减少到至少是1以下 那么中国现在是世界上 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那么到了2050年 全世界平均的 预期寿命是77.2岁 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呢 要上升到2050年的16 百分之16 现在是百分之10 那么现在来讲呢 我们看到有超过一半的人口 增长会发生的 以下的八个国家 刚果民主共和国 埃及 爱沙尔比亚 印度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菲律宾和坦商尼亚 嘿 美国之音 继续的谈了社会调集 社会调集的超生额 泄露天机 一胎化的国策 被指反人类 那么现在是外面很多人 都在竞相攻击的问题 这里有另外一个 广西桂林的泉州事件 那么暴露了这个 社会调集超生婴儿 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在引起了海外 现在很多的风通动 对计划争议的国策 现在批评着声音很多 那么有评论认为呢 就是相当程度的 讲这个告知书 承认当时的地方政府 在调集超生婴儿的政策之下 进行了有组织的拐卖儿童 那这里面呢 大家感到很愤怒 感到很难以置信 那这里有关这个问题来讲 中国的官方媒体 其实也很早就报道过了 中国青年报 2014年就谈到了 被调集了23年的人生 湖南邵阳在这方面 也有很多这样的记载 叫邵氏契鹅 为这个问题啊 很多媒体都有的说法 易富贤 易富贤说 人口增长一个内在的调控规律 不需要人为的计划生育 而长期错误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改变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 生命观和他们的思维模式 华尔街日报 发改委谈到了重点工作 那么谈到了很多重点的工程 现在要施以工代振 聚焦七个领域 这七个领域是什么呢 交通水利能源 还有这个农村建设 还有城镇建设 生态环境灾后床建 这七个领域的工程 要用以工代振 这很久很久没有听到 以工代振这四个字了 《华尔街日报》另外一篇 谈到了一个呢 一个企业家受购了中国 标题这么写 试图切断对中国的依赖 也就是新冠疫情 随着来全球供应链的崩溃 让企业反思 低成本进口模式 特别是美农用品公司 汽车制造商 全球零售商和小型企业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呢 有一个设计师的 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古龙水 现在一直堆在上海的仓库里面 因为抗疫风控 没有办法进去这个仓库 那么这个呢 创始人感觉呢 损失的销售额 证明他跟中国分手的决定 是正确的 分手的企业会不会越来越多呢 世界新闻网谈到了两岸 也就是在福建厦门 举行的海峡论坛 在12号14号 在厦门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 回复台湾青年的回信 那么这里面喊话 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 为两岸青年互学互建 创造良好条件 为台湾的年轻人 在中国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 提供诸多的便利 那陆委会还说到 这是中共的统战 那这封信呢 有50个在中国就业就学的年轻人 50个台湾青年写信给习近平 汇报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经历 那这里面呢 就讲了目前的福建就业的 台湾的年轻人 有多少呢 四万多个 其中的福建的大专业校呢 读书的有1800多个 台湾的教师的大陆来认教 有650多名 亚洲自由时代谈的是呢 奈清德 奈清德是台湾副总统 他去日本参加安倍晋三的商礼 是30多年来台湾最高级别的官员 到日本去访问 那这里面呢 就是说他已经调研完了 中国大使了 还在外面排队 这里面呢 特别来强调 他们是台湾民进党政府的特使 那么这里面呢 中国大陆当然给予以贯之的 谴责和抗议 但是呢 日台关系 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升级 加拿大新网 刚刚谈到了上海企业拒绝聘用 新冠疫情的康复者 那这就是我们已经有谈到了 现在的上海有一篇文章叫做呢 一位叫阿芬的外地务工者 在午夜康复之后 因为阳性阳过一直的失业 这篇文章啊 我躲在上海 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儿 这篇文章当然那大陆已经被干掉了 那这里面呢就是新华社很多报刊 官方媒体谈的是歧视性的招聘 但是很多人的耻属无奈 因为现在上海对辅养的密接者 采取2加5的管控的措施 企业主担心 一旦招聘到康复者辅养 会对企业生产造成很多的影响 总而言之 要毫不动 要坚持动态清廉政策 那么历史无洋 这可能成为中国一个非常创新的名词 好了德国之声 抗衡中国怎么回事呢 美国将大湖深化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现在亡羊补牢了 在中美净土的态势之下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宣布在 吉里巴斯和汤家 那么增加他的大使馆 一度认命了 首度认命以为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论坛的特使 美国的动作频频 目的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太平洋岛国 逐渐增长的影响力 这哈里斯这个讲法 那么这里面就讲了吉里巴斯 反对派领袖认为 退出这个论坛 是不是受到北京的影响 中国说没有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吉里巴斯离美国最近 那是跟夏威夷 只有2000公里的距离 纽约时报 谈的是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呢 他讲斯里兰卡人的绝望中挣扎 哪都去不了 什么都没有 这标题写得非常的凄凉 斯里兰卡是个人口近2000万的岛国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稳固的中产阶级 南亚最高收入中位数 曾经的经济上大有前景 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岌岌可危 连最起码的生活所需都买不起 这个危机呢在这个礼拜呢达到了最高点 数以千计的人冲进了总统府占领了国家的办公室 另外一些烧毁了他们呢 总理总统的私人的住宅 那么在里面讲到 无论是谁最终指掌斯里兰卡都将接手一场没有办法轻易解决的危机 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 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 让他的财政状况更加糟糕 像进度这种最重要的在全国表示 他们的慷慨不是无限度的 斯里兰卡民众正在外政府的管理不善和失策付出了代价 这里面呢谈到了中国 但是中国在这里面呢 债务比重不是太多 同一天的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评论 让斯里兰卡坠入灾难深渊的政治王朝 谈到了这两个兄弟 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 虽然他们在09年镇压了斯里兰卡 持续了30年的泰米尔叛乱 但这两个兄弟结果又赶下台 结果又回来 这个回来以后呢 一个73岁一个76岁 他们承诺要有一个繁荣和辉煌的前景 但是实际上带来是飙升的通货膨胀 严重的食品和燃料的短缺停电 和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 他这里面谈到了斯里兰卡的灾难 是一场集合所有糟糕因素的完美风暴的高潮 破坏性的债务 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大流行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导致全球食品和燃料市场动荡 以及这个所谓的王朝拉贾帕克萨王朝的傲慢和鲁莽 这里面谈到了斯里兰卡 对斯里兰卡全国人民来说 这个家族给国家带来灾难还没有结束 逃跑的拉贾帕克萨兄弟已经躲藏起来 他们在马耳带呼躲起来了 无敌海警在那里度过自己的残生 他们统治时期的虐夺已经大白以天下 包括中国的田岛港口都是在这两个人家乡之中 中国人有时候是人不明 好了金融时报这篇应该是大陆的一个学者写 李悦可 中国成为政治大国的道路上的重要考验 他谈到了卵实力 发展以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一系列配套全球卵实力 是在高政治领域成功 直到超级大国的必由之路 就是说不只是有钱 还有有文化和影响力 他说中国的经济在2020年已经达到美国的70% 许多智库认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制 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紧接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让中国经济迅速陷入冰冻 那么这里面首次出现的负增长 还有个冰冻还有负增长 对于中国怎么面临日本相似的命运的怀疑甚嚣沉上 但是他看来中国现在来讲 已经当然是一个经济大国 延续了40年的改革开放 现在浪渡口号已经不是改革开放 而是大国崛起 但这个作者说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的国际格局尚未能够发挥全方位的影响力 那么不少外国分析家认为 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制造国 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它的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政治影响力但是北京的经济实力 并不总是在政治上起决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虽然你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政治大国 那这里面挤了很多理由 在日益复杂的国内的社会治理上 如何平衡秩序和多元 这是他通往政治大国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 第二在国际上中国和美国和西方伙伴的外交政策 外交活动和军事行为中采取的理念具体做法往往不一样 往往不一样 这个能力讲 它不一样你怎么样去让大家接受你的这个理念呢 这个大家也有说法 他胆的讲了非常的委婉 就是中国要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文化的氛围 而且是值得仿效和值得欣赏 这个是布勒金斯基在大旗班里面写的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和政治文化氛围 只有当一定的经济社会法治的先决条件成熟以后才能实现 最重要有一种尊重开放暴龙的心态 对内对外其实都一样 但是可能这方面还没有做到 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 人口问题再度成为资交点 一个是印度人口将超越中国 第二是计划生意时期的人口社会调集 遭到了海内外舆论的持续谴责和清算 这当然是北京没有办法规避的人权的诟病 自圆其说 强词夺理 毫无意义 第二 毫不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政策 几乎已经上市为雷打不动的国策 历史无阳成为这个创局 感染者找不到职业 成为了以人为本的另类背书 经济下滑趋势看来尚未获得有效的遏制 很长一段时间尚未出现的以公代正再度出现 五十年代刚解放初期有 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时候也有 但是现在又也有 他给出的信息很丰富 外资会不会被拨出走 如何留得至外企外资 很显然是各级政府的另外一个当务之急 除了维稳之外 第三 台日关系因为安倍被赤急剧的加温 这是美台关系持续加温之后的避难结果 可以预见 日本今后对台关系实质性的升级 已经不会有太多的悬念和掩饰 北京对台政策总体方列的设计 我这里表达一个意见 如果没有台湾朝野政党的参与 而只是自行研究推出 会给外界一个强烈的印象 也就是说这是非和平方式 解决台湾问题之后对台湾治理的方案 和平式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这一类的方案需要多方的协商 甚至也需要适当考虑国际社会的关切 但这一点很显然是没有考虑在内 第四 斯里兰卡国家陷入内乱 中国其实占它的外在只有10% 但是在国际舆论 中国的一带一路似乎成了 斯里兰卡国家内乱的过程 最亏握手 大外宣没有实时的距离力争 显然就是个败笔 中国以南是个经济大国 要成为政治大国 还缺乏诸多的要素 这一点需要不断的提醒 很多迹象表明 东升西这样的结论 是夏德过于亲率 为时尚早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小时来 video 好 老杂 乱 识